你知道这个两岁的中国孤儿被美国高材生夫妇领养后命运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小女孩刚到美国不久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几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养父母和哥哥们的关爱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2016年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刘易斯夫妇带着三个帅气的儿子准备前往中国去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孤儿, 夫妇二人都是高材生并且有着不错的经济实力, 对这次中国知行一家人是无比的兴奋和期待, 他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这位新的家庭成员, 十几小时的飞行虽然让人疲惫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 抵达中国后由于几个相关的领养文件还没有办理妥当, 所以趁着这个建系夫妇两人准备带着三个儿子好好在中国玩几天来感受一下这个古老又充满无限魅力的国度, 古老悠久的历史古迹,现代化的摩登都市, 以及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足以让他们一家流连忘返, 愉快地玩耍了几天后时间很快就到了正式收养的日子, 此时妈妈已经激动地哭了出来, 这一刻对他们一家来说已经等了太久, 一家人就这样怀着激动地心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到了领养中心, 很快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就抱着不到两岁的秋雅向他们走来,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环境也让小秋雅显得无比的紧张害怕, 美国妈妈健壮便准备慢慢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让小秋雅敞开心扉, 可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对于眼前这个即将收养自己的美国妈妈, 秋雅表现的也是无比的抗拒, 由于刚出生就被抛弃也让她的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在这个新妈妈的怀里她忍不住大声地哭了出来, 初见时的陌生和害怕很快就被这家人的爱意所消融, 哥哥们也是轮番上前去哄他们这个宝贝妹妹, 小秋雅也慢慢开始接受了这个来自美国的新家庭, 此刻她乖巧地在妈妈怀中玩耍着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戒备, 收养过程进行的非常顺利拍摄证件照的时候, 小秋雅就这样乖乖地坐在二人中间, 再完成一系列相关的手续盖完章就可以静待收养证书的下方, 回到酒店妈妈就迫不及待地抱着小秋雅玩起了游戏, 三个哥哥对于这个来自中国的妹妹也是无比疼爱, 她发自内心的喜悦也让所有人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 很快夫妇俩就收到了正式的领养证书, 此时她们也就正式成为了小秋雅的父母, 自此以后也让这一家重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看着乖巧可爱的女儿爸爸也是非常疼爱, 小秋雅天真无邪地在爸爸的怀里嬉戏打闹, 可以尽情感受被爱包围的感觉, 在准备回到美国之前, 夫妇二人还准备带着小秋雅在国内旅行几天, 让她再好好感受一下祖国的气息, 他们一路去了上海,又去了广州, 无论走到哪里妈妈都会把这个宝贝闺女紧紧地抱在怀中, 短短几天的相处也让小秋雅完全融入了这个新家庭, 几天后他们就要启程返回美国, 又是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终于到达, 此时刘易思一大家子亲戚早早就来到了机场准备迎接这个来自中国的新成员,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终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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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